火虫他人自分聚恶国有资产后,他坐上了出镜的航班,本以为来到梦想中的是外桃源,却不想进轮为黑保姆,睡梦中他猛然惊醒,霸道总裁归案记,热闲。 北京涉海电视人民法院,对原北大资源集团总裁叶利宁,私分国有资产案,进行了一审判决,叶利宁当刑任罪夫法。 至此,这场时间快度长达八年之久的,国际追逃追赃的正义之战,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法道总裁私分公款,任性而为葬送幸福生活。 2017年6月22日,北京涉海电区纪委阶委第五纪检检查室副主任花瑞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免之夜,上班时间还没到,他便早早来到单位门口。 今天他要等的是一个自己已经日思夜想,整整八年的老朋友,终于要见面了。 没过多久,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出现在海电区纪委监委门口,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 但是花瑞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叶丽宁,花瑞,我是来自首的,谢谢你,叶丽宁,女。 1966年出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87年本科毕业后即留校担任北大堂委研究室秘书,之后又担任北大资源开发公司, 后更名为北大资源集团,副总经理,年纪三十二岁的他,早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 事发前,叶丽宁共在十一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六家企业担任股东,还在二十九家公司担任过职务,是普通人眼中标准的,成功人士,强烈的事业心, 争强好胜的个性,精明干练的工作作风,成就了他的辉煌,但是随着职务升迁,叶丽宁的骄痕之气,也不断滋长, 同事们评价叶丽宁是出了名的霸道总裁。 2001年,当看到其他高校校办企业高管拿着高薪,享受清权,待遇明显优于自己时, 叶丽宁心中失衡,他不顾公司负债运行,连年亏损现状,向董事会提议,用公司上上沉淀的资金给员工把奖金。 2001年至2004年,通过转移房租收入,隐瞒收支等方式, 叶丽宁和同其他高管令案处理加剧额国有资产, 分发给集团领导和部分员工,后来得知史情败露。 2009年8月,叶丽宁进深圳罗湖口岸前往香港,从香港逃往英国,开始了他的潜逃之路。 坐在国际航班上的叶丽宁心中,曾略过一丝侥幸,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案,逃脱法律制裁。 辗转八年间,叶丽宁变换身份,隐姓埋名藏允英,美多国,最终刘阳梦还是被现实击碎, 没有亲人陪伴,没有朋友倾诉,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收入来源,叶丽宁不得不靠给房东帮佣,带孩子, 当保姆来折抵房租,维持生计,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 从明早一时的女总裁大护叫过期的黑保姆,从曾经的光鲜亮丽到现在的老太龙中, 从父母亲人的骄傲到如今的心痛恶惜,五十一岁的叶丽宁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直到她遇到了花蕊,铁面经过坚守阵地,不舍不弃久久围攻。 2017年6月7日晚八时时,花蕊又接到了叶丽宁打来的越洋电话, 这次叶丽宁表达了回国自首以及通过国内的父母,积极协助退葬的愿望, 作为唯一一位清理北大资源集团国有资产,四分岸城获城的侦探员, 他了解叶丽宁的性格,为人,熟悉他的家庭,知道他的朋友, 整整八年,大洋里岸的叶丽宁,始终是他最牵挂的办案对象, 换为一方面向叶丽宁的亲属,同学,朋友传递宽宜相继的追逃政策, 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可以信任的中间人,向叶丽宁宣讲政策法律, 力争打消他继续滞留国外避罪的幻想,只要有一丝可能性, 我就不会放弃对他的追逃,欢瑞说,分析叶丽宁的性格特点, 我们发现对家庭的渴望,和对父母的愧疚之情,是他的痛点, 如果能够争取到叶丽宁家属对追逃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对叶丽宁劝犯工作,能起到是办公费的效果, 通过动之以亲情,向制议政策,叶丽宁终于答应愿意回国, 6月12日上午,叶丽宁将全部赞款退回到海淀区纪委阶委赞款账户, 22日,外逃八年的红通人员,叶丽宁,来到海淀区纪委阶委投案自首, 这场马拉松式的追逃攻击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欢瑞因为在追逃追赞工作中,成绩突出悲击宫表彰, 世上没有法外之地,天网,之下处处都是漏网之地, 只有迷途之法,早日投案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欢瑞仍记得他和叶丽宁见面时说的话, 量身定制追逃方案,牢牢扎警方逃离法, 在北京市追逃办指挥协调下, 海淀区纪委纪委实行一周一例会, 一周一抓报,一事一协调的六个一工作模式, 全通道解决疑难杂症, 我们为每个载逃人员量身定制追逃方案, 又针对信地选择追逃策略, 坚持做的阴暗失策, 阴暗一策,确保精准发力, 海淀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 案件监督管理事主任白忠恒说, 此外,海淀区纪委监委, 还成立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逃和防陶工作办公室, 修改完善了海淀区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则, 海淀区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逃和防陶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等制度, 推动相关措施落地生根, 住房逃逼法, 阶段腐败分子后路, 国家检查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海淀区追回了逃人员6人, 其中却反自首次言, 抓捕两人, 追逃, 是以最坚决的态度, 减少外逃腐败分子存量, 防豪, 则是以最过感的措施, 遏制外逃腐败分子增量, 海淀区纪委监委有关领导表示, 区纪委监委坚持追逃防陶仰手砖, 在加大追逃力度的同时, 取交政召管理, 落官治理, 重点人员监管等关键环节, 霸牢防陶关口, 插紧制度篱笆, 构建不敢逃, 不能逃, 不想逃的, 有小机制, 防住一个, 就是追回一个, 执密防淘这张大网, 网上各个节点必须各司其职, 紧密配合, 下准先手棋, 打好主动账, 推进追防一体化机制建设, 以反腐败协调销组为中心, 各部门积极配合, 强化对出谷审批, 证照办理等流程的精管, 畅通边控计真, 网上通机, 搬起前查询的绿色通道, 同时, 加大对党员干部预筹教育和监督力度, 严格执行党员干部因公司护照管理, 出入境审批报备制度, 认证落实对配偶子女移居国, 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管理规定, 定期抽查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真实性, 对关键岗位人员多警醒, 对苗头性问题多过问, 对有外逃倾向的早发现, 早报告, 早处置, 不让企图外逃的腐败分子, 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既检监察, 组织部门和公安机关共享信息数据, 强化对罗关的掌握和监管, 有效切断腐败败分子外逃扣路, 海电区连续自民先送外逃人员为零, 业利宁归案, 再次证明, 海外不是法外, 外逃不是出路, 外国绝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海电区委常委, 区区委书记, 经委主任肖韵竹说, 海电区将进一步加强追防一体化机器建设, 构建沿密的防陶体系,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推进追逃追赃工作, 向纵深发展, 中国纪检检查报通讯员王创新聪颖, CM的脸责, 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